今天来谈到的东西是有关于声音的反射 这其实就是坡的反射 任何坡洞碰到障碍物 就会弹回原界值 这个现象叫做反射 那声音碰到障碍物 弹回来就叫做声音的反射 它就在教所谓的反射 所以呢原来进去的就叫做入射坡 弹出来的就叫做反射坡 如果是声音的反射 就是叫做所谓的回声 或者叫做回音 弹回来就叫做回声或者回音 那么重点是 所有的反射 任何坡的反射 深坡反射 光坡反射 水坡反射 任何坡洞的反射 通通遵守反射定律 任何反射 任何情况的反射 都遵守反射定律 那你就要学清楚什么叫做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我们说它有两点 第一点又臭又长 入射线反射线跟法线在同一个平面 入射线反射线在法线的两侧 这个知道 但是keyword重点是在第二句 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一些考试的相关题目都是跟这件事有关 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先搞懂这些名词 什么叫入射线 什么叫反射线 什么叫做法线 什么叫入射角 什么叫做反射角 名词入射线 入射坡的前进方向叫做入射线 入射坡的前进方向叫做入射线 所以同理可证 反射线就是反射坡的前进方向 反射坡的前进方向叫做反射线 法线 物理上习惯用法这个字代表垂直 所以法线就是跟障碍面垂直的线 在碰到那一点垂直 碰到那一点垂直 法线就是跟障碍面垂直的线叫做法线 那比较重要 因为重点在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我们未来在光的学习的时候 也会用到做一些计算 什么物理角度是几度 入射线跟反射线夹几度 反射线跟障碍面夹几度 都要用到这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重点是你搞懂什么叫做入射角 什么叫做反射角 那么什么叫做入射角 入射角就是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叫做入射角 就是我的keyword重点 那同理可证什么叫做反射角 反射角就是反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反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所以认清楚哪一个角度叫做入射角 哪一个角度叫做反射角 然后就可以解决以后问你 那角度是几度的问题 通常在光波那边问 通常在光波那边问 因为光会走直线 看来条线比较容易考试 所以论懂每个名词 特别是什么叫入射角 什么叫做反射角 那么入射波跟反射波 基本上几乎什么都一样 每秒打一个进去 每秒打一个出来 所以频率会一样 返回原戒指 戒指一样 所以波数会一样 因为波数一样 频率一样 所以波长就会一样 因为V等F乘以暗打 因为频率一样 所以周期就会一样 因为频率跟周期不为导数 只有一个东西可能不一样 叫做政府 因为打到东西的时候 能量会被吸收 所以能量会减少 所以政府就会减少 所以入射波跟反射波 基本上都一样 只有一个玩页可能不一样 什么玩页都不一样 政府不一样 其他的频率 周期 波长 波数 通通通都跟原来的 是一样 是跟原来一样 那么 回声的运用跟避免 彈回来的声音 有的时候我需要它 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它 我不想要有它 这个是用它 蝙蝠发出超音波 打到东西弹回来 知道前面有障碍物 那避开它 人类就利用相同的原理 利用声纳去探测羽群 去探测海底的地形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用 然后这个传声筒 我们上课讲过 还给你放过一个影片 还记得吗 公布那个 狮猴公的影片 然后它就是利用传声筒 它是用反射 然后把声音集中 可以传得比较远 这些都是要运用我的反射 让我有反射能够出去 但有的时候我是不要有这个回音 不要有回声 以免造成干扰 音乐厅 会有厚重的地盘 厚重的布脉 凹凸不明的结构 把回声吸收掉 避免回音造成干扰 我讲过了 口语上说 余音料然三日不觉离二 表示声音的美好 你在音乐厅 如果真的给你余音料然就完蛋了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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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完了 就不用听了 就不用听了 所以 所以我要避免我们的回音 这是我要避免的 所以这是有关于回声的运用跟避免 这边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声音的反射 那么通常考试的题目是考一些拿回音来探测距离用的 那跟这些都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你把它的一些重要观念跟想法知道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关于回声的部分 OK吗? OK